这是所有女人都应该看的电影 你是不是经常被各个美容博主踪草 各大专柜的销售员有没有让你欲罢不能 而这些流量满目的天价产品真的有效吗 真的是越贵的护肤品就越好吗 本视频将通过科学手段向你展示美容的真相 让你正确护肤前不走空 任何一个城市随便一家商场 都会设立这样那样的化妆品专柜 而这些专柜中销量最高的应该都是宝石类产品 三分之四的女性以及半数以上的男性每天都会使用 这么多人使用它的原因 就是我们一度认为它可以让肌肤保持水嫩 从而变得健康并且年轻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同价格的保湿霜存在区别吗 下面我们通过一场科学实验来告诉你答案 实验召集25人分成三组 分别测试三款不同价位的保湿霜 首先需要测试他们没使用产品之前 皮肤的水分含量以及健康程度 之后的三周里 志愿者需要在一侧脸上 每天涂抹两次保湿霜 而另一面脸什么都不涂 这样就可以判定保湿霜是否具有改善肤质的作用 时间来到三周后 实验已经有了结果 可前后数据对比之后 得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 使用保湿霜之后 皮肤水分确实有所增加 但只有价格偏低的两款效果消耗 最贵的反而是最差的 影响效果的主要原因就是成分不同 干油作为最常见的保湿剂 在成分表中位置越靠前 就代表含量越高保湿越好 你还知道有什么产品主要成分是干油吗 所以选择护肤霜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干油的排名位置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价 接下来要鉴定的是 保湿霜是否会让皮肤更健康 三周的实验之后 测试者的皮肤健康状况 没发生任何变化 从而证明 不管什么样的保湿霜都改变不了肤质 更不用提抗衰老的功效 连最起码的保湿都是暂时的 请大家理性消费 买对的不一定是贵的 接下来将是所有女人最想看的实验 内容是关于怎么延缓皱纹的产生 所有女人最反感的 除了阿三就是皱纹 阿三是老公的 皱纹才是自己的 有人甚至用极端的方式 企图减少皱纹 究竟怎么才能安全有效的减少皱纹呢 什么样的护肤品有这样的功效呢 让我们继续通过科学手段来证明 这次实验对象是一名开长途车的阿姨 常年的日晒风吹 让她感觉皮肤衰老增快 为了弄清事实 疫情人来到医院 向一位皮肤科泰斗进行咨询 教授使用最先进的仪器 对阿姨的脸部进行测试 结果显示 她右眼带的皱纹明显比左侧多很多 原因竟是右侧皮肤会经常暴露在阳光下 阳光内存在的长波紫外线 是造成皱纹的主要原因 即使隔着玻璃也会伤害皮肤 使皮肤加快老化 如果一个人常年不见阳光 可能80岁的时候肌肤依旧滑嫩 可谁又能为了永保青春而与世隔绝呢 这就不得不提起防晒霜 只要每天坚持涂抹 就可以减少阳光带来的伤害 但是在琳琅满目的品牌中 我们要如何选择呢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我们需要选择防UAI指数四星以上 防晒指数较高的产品 只有具备以上两点 它才能发挥真正的功效 但是如果此时脸上已经有了皱纹 该如何减少呢 除了极端的注射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不仅可以减少皱纹 还可以单化色素沉淀 以及老年斑 那就是维生素A酸 厨房类VA因为含量较高 初次使用会有一定副作用 比如皮肤泛红以及刺痛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非厨房的VA产品 虽然效果稍逊 但相对安全 可以从0.1%的含量开始 随着不断适应 不断进行加量直到1% VA配防晒 越擦越逮拍 接下来的实验 所有男人看完之后都会感谢我 内容和你的口袋息息相关 兄弟 你肯定不知道老婆每年买化妆品 要消费多少 因为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追求美没有错 可真的需要不计成本吗 下面进行一个有趣的实验 兄弟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转发给老婆 参加实验的三名志愿者 将对不同价格的化妆品进行区别 首先将不同品牌 不同价格的化妆品 装进同样的瓶子内 让测试者分别使用 之后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产品 结果很意外 大家都选择了较便宜的粉底和唇彩 而眼影和肩膀膏则选择了较贵的 这就说明 如果只需要颜色的产品 例如唇彩 腮红 口红便宜点的也一样好用 甚至会更好 因为你追求的只是颜色而已 但是如果实力雄厚 可以把颜色产品省下来的钱 投入到眼影睫毛膏等产品上 下面继续测试 促成护肤品交易的其他因素是什么 可能是精美的包装 也可能是广告 甚至是销售员的形象 在因为心理学大佬的坐镇下 我们将两款洗面奶 以两种方式销售 一种是装在简易的瓶子内 销售员衣着休闲 18位顾客中有3位愿意购买 之后再把产品换上精美包装 销售员也经过一番打扮 看起来更加专业 这次居然有8位顾客愿意购买 包装和销售员看起来更专业的时候 顾客的购买意愿提高了3倍 之后的问卷调查更说明了问题 自尊心越是强大的人 越倾向于购买高价产品 当人们看到奢侈品 自尊心就会下降 这样就更加刺激了购买欲望 来提升自尊指数 但是我们是否也该思考一下 我们该买单的究竟是产品 还是那脆弱的自尊心 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可以对美容产品有个新的认识 贵的不一定是对的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我是铁国盾 再见